哈喽宝贝们,我是范范老师 我今天要来讲的这本故事书呢 它的名字是看 蔬菜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看它里面是在说什么哦 诶,请你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 有人猜到这是什么蔬菜吗 它有三种颜色耶 有绿色,黄色,还有红色 哇,原来它是甜椒 有人答对吗,它是甜椒 诶,那这个又是什么啊 黄黄的,然后一圈一圈的 这是它切开的样子 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蔬菜呢 诶,原来它是洋葱 洋葱呢,你在切的时候它会有一点辣辣的 可是如果等妈妈炒好之后 它就会甜甜的很好吃,也很健康哦 诶,那这个又是什么 有人猜到吗 这是什么 哇,原来是番茄 这是红色的番茄 诶,那这个又是什么 有没有人猜到这是什么 有点咖啡色 哦,答对了 它是香菇 诶,那这个又是什么啊 哦,这是绿色的 然后切开里面有纸耶 然后范范老师给你们一点提示哦 这个蔬菜吃起来有点苦苦的哦 有人猜到是什么吗 答对了 它就是苦瓜 诶,那这个又是什么 黄色的耶 啊,原来它是玉米 有没有人猜到它是玉米 玉米是黄色的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 像范范老师就很喜欢吃玉米哦 哦,那这个又是什么啊 诶,给你们一点提示 它的外面是紫色的 有没有人猜到它是什么蔬菜 哇,答对了 它就是茄子 茄子的外面是紫色的 切开里面,里面是白色的 哇,这个又是什么啊 好大一颗哦 这个应该很好猜吧 应该很多人都很喜欢吃 没错 它就是高丽菜 哇,你看高丽菜很大一个吧 诶,突然 有人说 喂喂喂 诶,是谁啊 是谁在说喂喂喂 啊,我才是最大的啦 高丽菜还不是最大的 它是谁啊 是谁说它是最大的 哇,原来是南瓜 你看,大家都叫做蔬菜 都是好朋友哦 所以呢,这本故事书里面我们认识了 甜椒,洋葱 番茄 苦瓜 香菇 南瓜 茄子 高丽菜 玉米 这些蔬菜都是很健康的蔬菜哦 小朋友们平常如果有跟妈妈去市场啊 或是去超级市场有去买菜的话 你们都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这些蔬菜哦 好,谢谢你们范范老师的故事讲完咯 拜拜